今年最被人期待的晚餐中美猿首晚宴终于食完 中美先后宣布说达成共识 同意明年元旦起不再扩大加征关税 并继续谈判 争取九十日内达成协议 市场怎样演绎 周一便有分晓 从过去中美四轮谈判 中间经历了美国代表内控 财经国师留学吃闭门羹 罗斯北京一日由不欢而散 美国采取的是哪谈哪打策略 等中方有回应才出下一步 中方立场亦明显 就是敌不动我不动 市民两方谈判是采取如此手段的话 哪有可能出现全面和解呢 中方作出让步 美方则继续把税率提高至25%和盛于2600亿美元货值关税 这两个人质扣押代办 中美贸易战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不要以为吃了餐两个几钟头的饭就是事情的终结 另外 因为中美元首会面太注目了 令到今次G20变成只有中美的G2峰会 其实其余十八国代表中 也有重要议题可以轻波作浪 其中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对油价走向的看法 更值得留意 其指好友以集结了兵力 从低位反弹结束了行指月线图的六年阴 加上基金确有需要12月粉色除昌 既然中美没有反台收场 相信好友会继续向一百天线即两万七千点抢摊 如能企稳 年底将会纵上两万八千点 改订得了行指月线 请继续按责感 请继续按住 明镜需要收场